聽到發布天頻颱風的陸上警報 住在烏日五光路一帶的居民 連忙將家具堆高 因為當地的地勢低蛙 每一大雨就容易淹水 市府也調派了抽水機進行預防 不過對於水利局放射抽水機的位置 他們是很不贊同 我們聽了那個發布 報導發布以後 我們立刻做了事前的準備 因為上次的蘇拉颱風 我們這邊也是淹了 對於水利局 我們在那個河體有設那個抽水站 他處理的也不是很妥當 應該是把抽水機放在那個河體上面 這樣抽水比較有利於那個水的流通 居民認為應該將抽水機移到較高處的提防上頭 才能夠在大水來臨時發揮更大的效用 而在大理這一邊 區公所也成立了防災中心 提醒液淹水的人化裡 與新人裡等地區居民 不可以掉以輕心 並準備了沙包 提供有需要的民眾來領取 公民眾每一戶領取10包 請民眾來領取的時候帶身份證 因為這個水利局有規定說 要讓我們看一下每一戶的 領取沙包數量 社區大樓跟公司航號可以領取30包 也是請他們出示公司的證明文件 跟大樓的證明文件 雖然天平颱風已經在24號上午出海 不過擔心天平會與接下來的布拉萬颱風